說到美國有這個水門案 可是沒想到 台灣居然在高雄市政府裡面 也出現了個水門的案件 水門案件的出現 最主要就在於 陳菊他以前的攝影官 居然能夠潛入到 韓國瑜市長的辦公室裡面 但陳其邁或者是陳菊 他們的心腹都說 你韓國瑜是在做那政治操作 可是現在似乎有一股力量 要把它導為一個 單純只是偷竊的案件 但是韓國瑜在說 這個議會的會期在結束之後 他會調整那一二級的主管 這也代表說 心向著陳菊的人 慢慢的要浮出檯面了嗎 這個上禮拜我們就有說過 市長在這個會期到 差不多五個月了 五個月 六個月 半年中間 你如果讓這些人有機會 就是說你不用 市長我韓國瑜 你也不能市長斷業 因為你是領中華民國的薪水 領人民的會冠錢 你要市長高雄市政府 對 校長高雄市政府 校長我們的國家 所以結果你這半年來 你們還要為特定的政治人物 政治團體在綱綱 這是不對的 所以政府的調動 你不用怪什麼人 這就是韓國瑜因為 他自11月理事當選 他就說了 大家如果為高雄打招無分色彩 我們希望高雄公務人員 改變你過去 為政敵 政動 服務的習慣 你若是認真打招 為人民服務 為高雄服務 我無分色彩 我也是同樣跟你在培 重用 所以半年久了 韓國瑜是要出手 你若想說 一個粒英雄冠進來 那粒英雄冠 我告訴你多錢 你還要來 我記得一次禮給你聽 馬雲救周總統 來臺南一間 官邸聽到拜拜 落後 參加多少年落後 要換上 我們是不是三個都淡了 要換衣服 換衣服 你一間房間裡面 國安寧願的 我跟你說 整個 我們這樣起來就對了 剛才那個 撩影師 攝影官 剛才都他對著 都大聲對著著就對了 這樣我問 這個攝影官 有 親密沒有 覆這個人有親密沒有 理事休息 所有他的 行程都他對著 這樣你跟我說這個 覆你們無關的 一半人 那個人聽不下去 尤其你們現在 專義目的說什麼 反人倒翱車 怕人發救人 現在說 撩這箱 是為了要專義焦點 什麼現在有什麼新聞 富民的新聞 韓國瑜在專義 韓國瑜比較專義焦點 他的民調 就算賣了 還有31點幾個 他比較專義 現在又八至37倍了 他才有專義 他也不用專義 那是當時 那是當時 抓到的時候 他沒有去撩槍 沒有去發報新聞 這次是因為 檢察官員在 侵察庭的時候 南韓把他嚇出來 不是韓國瑜 他幫你撩的 這樣變成韓國瑜 他現在 幫你扭曲說 這是韓國瑜 等於在顛倒是非了 對 他現在就是說 韓國瑜用 誰當極賽之價 條工跟你說這個問題 這就是 又要拚拚拚 要跟你拚拚 你們的事情 拚拚了 反應很快 所以跟你撒出 韓國瑜 在專義焦點嗎 沒有 這樣 你怕人擦 那樣 你如果不怕人擦 你比較緊張 要做什麼 不用緊張 還要開始擦 擦了 擦了不太會知道 莉娜 你今天在質詢的時候 有提到說 還有多少無見後門 不過我們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事情爆發了 才發現韓國瑜之前所講的 愛與包容 對於這些局勢府時代的 一些人馬 其實他們應用韓國瑜的這一點 現在這個時候 他們一心向著城局 可是看著高雄市政府 準備把他拖垮 而且準備來看高雄的笑話 可是現在這時候 這些人 韓國瑜都已經有一一掌握嗎 剛剛提到就是說 對於韓市長一直在提的愛 與包容 但是我們這一路上面 所看到的狀態 事實上所呈現給我們的是 他不論做任何事 奇怪了 老是會有人從中作梗 所以這些從我們剛剛講的說 什麼公出的公文 為什麼會露出去 然後有一些不應該 還在討論階段的東西 也會曝露出去 甚至在內部的一些 局處裡頭的一些 討論事項的東西 會有被截圖 然後放到中央的 立法委員的臉書上面 不論是在高雄市的議員 不同黨籍的議員 或是在外縣市的議員 甚至是在中央的立法委員 都能夠掌握高雄市的狀況 對 這是什麼回事 而且還比高雄市政府的 發動的行為還快了一步 所以有些時候造成了 高雄市的一些行政危機 譬如說有一些跟外交相關的東西 會因為這樣子提前曝光 而沒有辦法進行 事實上這一些動作都導致了 我們在行政的部分 產生了很多的危機 各局處裡頭 產生這一些狀況 事實上是會讓他們局處 要推動的事情不會順暢 對 然後我們對於整個高雄市 要推展的大方向 市長主要推展大方向 老是有人在扯後腿 所以這整體的狀況 我說市長你怎麼可能會做得好 你拚命的做 很努力的做 我們知道你一天都用不夠 時間都用不過 然後身體你都覺得自己 好像很累很累 但是問題是 你花了這麼多的時間精力 然後用愛與包容 去告訴所有的 我們高雄市的這些公務人員 拜託他們跟我們一條心 好好的一起來做這些市政 到最後我們發現的是 到目前為止 就是說以文化局的狀況 他被一個無形的力量在操控著 然後文化局這些人 還得配合外面的組織的動作 來去對市府有所牽制 這是為什麼 說不定還有一些標案 還要看他們的 會不會需要看他們的意願 是什麼來做決定 這是我們痛心疾首的就是說 所以他們根本心不在市府上面 不在韓國瑜的市政團隊上面 他們心可是在那局解身上 我們雖然很痛心疾首 但是我們也要想想看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想 所以這些人知道 如果我在這個狀況底下 萬一以現在媒體 在這個檯面上面所呈現的狀況 市長好像要去選總統 會不會將來在高雄市 又淪落回來給民進黨執政 如果這個狀況是在高雄市 很有可能的 所以這都是人家設計好的局 這都是人家設計好的局 如果到現在還看不懂這些東西 其實公務人員 就要像我們市長所講的 其實他就是為了 我們所有的市民努力 為我們國家的大方向 在努力為人民貢獻 如果你是為政黨來貢獻 事實上是沒有用的 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夠 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不會讓這樣的勢力 繼續存在 讓我們繼續恐怖害怕者 大槍 我們看到這次傳出的 像高雄版的水門案件 其中韓國瑜也講了一句話 他說這當中 會不會有可能是一個竊聽 馬上有人就跳出來了 誰跳出來了 局市府的前秘書的處長 陳琼華就說了 他講了這些事情 他馬上要反擊 另外連陳其邁也跳出來反擊了 不過陳志聰這個時候 也講了話出來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 有件事情很吊詭 這些人為什麼跳出來反擊的速度 這麼的積極 這難不成代表說 他們現在這時候 要反擊 要切割 而且反應這麼大 是起人疑鬥的狀況 難不成要保住這些 這個人在韓音心在局的 這些鬼頭 其實真相就只有一個 大家可以思考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前攝影官 他是在2010年就歸見了 為什麼他會等到2019年 才忽然要拿這一把鑰匙 跑到市長市裡頭去偷東西 過去這將近十年的時間 他在做什麼 過去都沒有想到要偷東西 就這麼湊巧 韓國瑜當選市長了 就忽然想到 索湯有一把鑰匙了 就可以開進去了 可以跑到市長市裡頭去偷東西了 然後第二個我們要想的問題是 這個前攝影官怎麼會有鑰匙呢 這個鑰匙在2010年歸見的時候 沒有交接嗎 還是這個鑰匙是最近才有人交給他的呢 第三個問題大家可以來想的是 市長市又不是家樂福 又不是每個禮拜二 都可以什麼議員加購 他幹什麼要每隔幾天 就跑去市長市偷一次東西呢 有這個必要嗎 每隔幾天就光臨一次 市長市 這不是很吊詭很奇怪的事情嗎 第四個問題是 如果他要偷小紅包 偷帽子 偷小燈籠 好歹也應該去偷市府的倉庫吧 或者是其他承辦部門的儲藏室吧 你去偷市長市 市長市裡頭會儲存幾頂帽子 幾個小紅包 或者是幾個小燈籠呢 再說這個人定期的 規律性的跑進市長市 究竟是為了偷東西 還是為了換東西 到底哪一個比較合理呢 是不是市長市裡頭有什麼設備 需要定期的更換電池 需要定期的更換記憶卡 所以才要進去 否則很難說 為什麼你要三不五十的 就要跑到市長市去偷東西 以一個偷竊慣犯的心態來講 你偷完東西之後 你總要等一段時間 確定你的犯行沒有被發現 你才會去偷下一次 怎麼可能會這麼頻繁的 每隔幾天就跑進市長市 去光顧一次呢 再說 如果今天這件事情 發生在民進黨的身上 我很好奇 民進黨的朋友 會只是念一念佛經就算了嗎 不可能 如果今天是發生在民進黨籍的市長 或者是民進黨籍的總統 你們的辦公室 被前朝官員的事務官 三不五十的就進去光臨一下 你會告訴自己說沒關係 我就念一念佛經 專心國政 專心市政 這件事情就雲淡風輕了嗎 陳菊浩大家都說他是難霸天 真的不是叫假的 可以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吳建宏五次這樣摸進了 韓國瑜的市長的辦公室裡面 現在這個時候被抓到 而韓國瑜自己本身也說 局市府的前官員 他們會到各局處裡面去 指揮調度這些公務員 看來民進黨這個學以前的 國民黨利用行政資源綁裝 培養自己的人馬 而且還發揮得更淋漓盡致 對 李光雄因為這個 我相信蔡總統他們現在也 因為民調一直在公布 然後包括今天 蘋果的民調是講世話 明天會公布手機的部分 這個是今天立法院的這個 吵架 打架 亂成一團 強度關身 李靖勇當然是 這是中選會的主委 去年的九合一 中選會亂七八糟 結果這個以前是 其實這就是民進黨的市長 裡面的官長 委員官官 這才輸 但是我明明知道說 我中選會主委 我應該任命一個五黨籍的 比較不會有爭議 可是我就是要用他 被你罵怎樣 就是我蔡政府 我就是已經不在乎你罵了 這個 這是昨天的總統府的記者會 提名了四個大法官 其中一個叫謝敏陽 這是台大的教授 他之前在太陽花 他聽太陽花 他罵台大沒有交好馬英九 那時候總統是馬英九 太陽花2014年的時候 總統是馬英九 他直接把馬英九批想 我們台大沒有交好馬英九 我想請問謝教授 準大法官 謝準大法官 請問台大有交好陳水扁嗎 請問台大有交好蔡英文嗎 所以你說 都是台大畢業 就是 韓國瑜說的 你們三個台大法律師 你們是在幹什麼 單水批馬英九跟蔡英文 你們都是台大法律師畢業的 你有交好陳水扁嗎 你有交好蔡英文嗎 我跟他解釋這個大法官的 自見跟他見 自見就是毛遂自見 我自我推薦 我要自己填表格 自我推薦 他見譬如說我的指導教授 是謝涵斌 他對我很好 我要推薦謝涵斌當大法官 我不能直接丟表格 我要把表格拿給謝教授簽 要涵斌簽名了 我才能推薦他 所以不管自見或他見 當事人都要同意 好 我們回到這個大法官 這表是什麼 表是說你們被提名大法官 其實是你們有簽名 你們是願意的 換句話說 謝明洋說 我當時罵馬英九這事情 我們記者一定會挖出來 昨天記者會 就有人去問陳建仁副總統 這個人怎麼這樣子 但是我就算被你挖出來 我也無所謂 立王將 你知道嗎 我曾經批評馬英九是怎樣 我批評馬英九 人家現在蔡總統 要提名我當大法官 我在民進黨的護航之下 就如同他們今天護航李進勇 我就變大法官了 而且我任期是8年 大法官的任期是8年 跨到下一個 那就對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他已經無錘 他有非常大的行政 這個蔡總統 在選戰越激烈的時候 他會繼續大傻逼 另外一個大傻逼 我跟大家計算這個 叫果凍 我不知道郭台銘 這到底是誰給他進行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那一天他去嘉義 他舉例說如果嘉義 我選總統募款 嘉義的朋友捐5000萬 這5000萬我也加碼5000萬 5000萬加5000萬就是1億 這1億我不會拿去選舉 我會把這1億 就是捐給嘉義做公益 你等於要我們要給1塊 要我們要給1塊 你捐抖內5000萬給我對不對 我再掏5000萬出來 湊成1億 然後給嘉義做公益 我請問觀眾朋友 這個是不是大傻逼 這當然是大傻逼 這有沒有違反選霸法 這百分之百違反選霸法 李光雄我問你 那像韓國瑜這種又老又窮的 那個500萬國民黨籌算 都不知道要去台中的人 他有什麼辦法選 他沒有蔡總統的行政資源 他也沒有郭台銘的鈔票 他要選什麼 他要跟人家選什麼 所以他不好選 他很難選 我說這個比較敏感 但是李光雄你容我講 如果不行再把他剪掉 沒關係 觀眾朋友你看 這個是我們的頻道表 49的一電視 50的年代 50的東升 50的中天 53明氏 53立 55TPP升 56是TPP升 這總共有8個 1月3月下 有8個有線電視新聞台 我請問大家 在最近這一個多月以來 是不是有人離開 現在這八台裡面 繼續勤勤國的 剩下一台 你自己看 還有一張 這張也很敏感 這是我們的四大報 忠實聯合自由蘋果 自由時報修理韓國瑜 不疑慮 蘋果日報的是火力全開 這兩大報我都公開講 我也不怕 因為我講的是事實 這兩大報韓國 電到金光閃閃 隨機潛條 這個聯合報 他本來是挺朱立倫的 因為朱立倫 民調一直拉不起來 現在在挺郭台銘 我認為他比較偏國 我的看法很抱歉 真的挺韓國瑜 剩下一台 剩下一步 剩中國時報 不過你講 我說這是比較引誘的說法 因為你四大報 每個報 各有他的立場跟影響 如果只剩這個中國時報 然後這八個有限新聞台 因為本來有些台是挺 也支持韓國瑜的 可是因為郭台銘的參選 他們變心了 他們離開了 他們轉彎了 所以我是要跟我們的 這些土包子的朋友講說 因為他沒錢 他沒行政資源 他連媒體的優勢都沒有了 他現在存什麼 就存你而已 大家沒有離開 這個朋友就是這樣 來 合照一下 這也還離開就倒了 我問你 他剩下什麼 他連他掌控的高雄 都有人去那邊開市長的門 他還剩下什麼 對 他沒有東西的 也真正 也真正落塞就倒了 因為他民調贏 但是民調贏一點點而已 我們講實在話 民調的那個領先的幅度 是在縮小當中 很危險 也真正還撐不起來 再見 朋友 也算中送團的時候 對 先剛才一張櫃子連連 這杯主演我把它握下去 這張櫃子連 那比較久也記得 對 現在不一樣 跟三個月前不一樣 三個月等你唱七位的時候 你來挖那都不意思 現在是上海的時候 真的 真是上真心 上一家以後 清清白白 過當時有夠厲害 那支那台 台得清清可可